大家好,我是老饼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库布奇沙漠 那么库布奇沙漠呢,位于南蒙古 是距离北京基本最近的沙漠之一了 它是东起俄罗斯,西面道林河 它蒙古文的意思呢,就是攻上着弦 因为它在黄河的南边就像一根弦一样 告诉大家一下这个库布奇沙漠怎么玩 首先我们先来到了这个库布奇沙漠的最东边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地方呢叫想沙湾莲花酒店 这个酒店呢,在世界上都特别有名的 它被评为最期待的入住酒店之一 大家可以看到酒店盖的非常有特色啊 投资大概花了几个亿 那么住宿的费用呢,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啊 这一晚上一个人大概一涨千块钱 好,我们继续往西走 看这块黑色的地方呢 它是企业任领的这种绿化基地 里边种植很多东西 所以这个地方呢,没有办车 我们再往西走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呢已经变成了光伏发电厂 这个图片面积不大 但实际上整个这个游戏图的这个时间原因啊 一片的面积非常非常大 所以在这块呢,我们也是没法开车了 那我们然后呢,我们继续从这地方呢 还是向西走 在那西走呢,就是越离这个我们经常去的这个 独鬼塔拉呢,就越来越近了 那么过着这个河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地方啊 这个叫顺博赛车基地 这个地方在大理湾 这也是我们之前经常去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处呢 人比较少 这个基地呢,它那个培套设施也非常专业 它有很多这种巴基赛车 同时呢,它这边也可以有一些拓展服务 还有这个赛车,培训等等等等 一些的这种服务 在这块呢,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地貌啊 它是在沙漠里呢,有一河谷 这河谷第一次去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让我惊讶 当然现在去了四十多了 这河谷呢,它是整个是南北穿越了这个沙漠 最后流到了大理湾 车呢,在这个上游的时候 这没有水比较少的地方呢 可以练那种挂壁 玩的也非常有意思 我们继续向西走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渠道最多的 河谷塔拉镇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 很多人都住这横行升大酒店 这横行升大酒店呢 就是设备,配套设备老一些 从酒店往南大概开车五分钟十分钟呢 就到了我们这个库布器下车点了 这边也是玩的最多最多的地方啊 从这个龙门进入之后呢 就进入了这个沙漠 库布奇这个沙漠,因为它是东西走向嘛 它靠南端呢,是一些比较高的高砂区 可以看哪一只呢,我们可以继续往西穿 最远的可以穿到银河,但是我们基本我们不到银河 因为快到银河这边呢 做了很多那种绿化 这边的高砂区呢还是挺 锻炼我们的技术的 从这个下道点,如果你技术好的话 大概三个小时呢,你可以穿到 这个七星湖度假村 七星湖度假村也是我住的最多的度假村啊 因为这个硬件条件非常好 大概四星加五星碱的样子 这个酒店里非常有特色 价格也还可以,旺季的时候大概一千多块钱 但你的时候几百块钱就够了 这个库布奇沙漠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结构啊,比较小 是一个真正练技术的地方 你要是从库布奇把这个基本功练好 那中国的这几个沙漠就有一条好的一个起点 当然了,沙漠里不仅仅可以练车 还可以结交很多好的朋友 并且有当地的这种美女可以去做救援和领队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来库布奇玩的呢 应该是以这个读轨塔拉镇为主 同时读轨塔拉镇往南下道 左右都可以穿越 祝大家玩的开心 下集到我给大家讲一下 位于乌海的乌兰布河沙漠